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 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太无会卷攻略了 今天来跟大家讲一讲有关突破系统的事情 功法突破系统 之前跟大家讲了什么是周天运转 什么是研读书籍 然后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功法的突破 我们要知道我们拿到的这本书 它有可能是有两种的 这个游戏当中有两大类的书籍 分别是记忆书籍和武学书籍 记忆书籍你只要把这本书研读完 它就能增加对应记忆的下面的这个造诣 来提高你这个在这一行的这个造诣 就可以了 但是记忆书籍是不需要休息和突破的 只要读完就可以了 但是武学不一样 武学的书要更难的很多 首先呢我们要获得对应的武学的书 就以最初一幅给我们的这个佩然觉举例 我们要先拿到这本书 然后通过呢在下面的研读书籍 把这本书读完 读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 我们的这本书下面有写 就是书籍内容这里 总纲一篇两篇三篇这里都都变成已读的状态啊 那要想让这本书能够被突破啊 或者这本公版能够被突破 你最少要读这本书的一篇总章和五个章节啊 这五个章节可以是正练可以是逆练 我们之前的视频跟大家说了 要想看你读的这个章节是正练还是逆练 你只要看这个一篇两篇后边的这个字 它是蓝色的就代表它是正练 它是红色的就代表是逆练啊 跟这个残不残印是没有关系的 那你可以看到佩然觉这个义父给的肯定是五篇的正练啊 我们拿这边预真数来举例啊 这个预真数你可以看到后边的这一篇两篇三篇都是全逆练的啊 这本书就是读完了以后就是五篇都是逆练的啊 那你一定要有五个篇章和一个总纲之后啊 你才能够突破啊 那要突破第一要满足 你要把这本书籍读完 第二要有最少一个篇章啊 其实就读完了就有了一个总纲和五个篇章 第二呢就是要把这个五学啊在休息的这个界面啊点到百分之百啊 比如说我们拿我们的这个呃 我们拿我们的这个太祖长选举例啊 这个这个啊 你需要在这里通过消耗力量以及消耗时间 把这个五学的这个进度条拉到百分之百 只有这个时候呢 它才能突破啊 比如说我这个小综艺工休息到了百分之九十四也不能突破 这里没有突破的按钮啊 只有这种这个到了百分之百的功法 这里才可以解锁这个突破的这个按钮啊 第二个就需要你把这个书修集到百分之百 第三呢你还有足够的历练值啊 历练不够你也是没有办法突破的 这是你要想突破一门功法所要满足的要素啊 那可以看到我们每个功法的这个图标的右边啊 都有三个这个小球 这个小球代表什么意思呢 哎 上面最上面的球代表着你已经读了的正链的这个篇章 中间白色的球代表着你已经读了的总纲的篇章 红色的球代表着逆链的篇章 就以这个配然觉来说啊 配然觉一般我们拿到的就是五篇正链的这个篇章 和一篇总纲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小米这里呢打了一个模组啊 是可以看到心法或者是功法的正逆链效果的啊 这个模组如果你要想用 可以去小米的群文件去下载啊 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那这里呢就是 总纲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用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正链和逆链的篇章哪一个多啊 你就可以让这个功法发发挥正链的效果 或者是逆链的效果 那总纲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呢 我们以这篇功法加一加一全篇来举例啊 我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把这个凑了啊 把所有的这个都解锁了 把所有的总纲都解锁了啊 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总纲 它上面对应的这个下面有一行这几行字啊 可能出现突破的效果 它这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这样就可以给我们的功法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属性加成啊 在内功上呢表现的还不是很明显啊 假如说我们放到预设上 这边会可能会表现的明显一些啊 比如说这里就可以有 有这种像是化极提高命重啊 什么神核提高施展速度啊 百炼减气势消耗 这些啊这些额外的词注啊 是跟你能解锁的这个总纲是有关的 小米这里呢 给大家总结了所有的武学种类里边啊 你的这个不同的总纲能带来的这个加成 都有哪些种不同的种类啊 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呢 我们可以通过啊 就是如果你想堆一个极限的功法的话 你可以通过选择某一类的篇章 来堆某一个属性啊 这是可以实现的 这就是不同的总纲带来的 那这些总纲是怎么获得的呢 这些总纲分别对应着 传授你这本书的人的不同的立场 比如说成就代表着刚正 所代表人善 解代表中庸 意代表叛逆 独代表唯我啊 给传传给你功法的人是什么立场 他传给你的总纲就会是相像的什么样的 至于后边的这个到底是正正念的 还是逆练的啊 他这个是随机的 这是有关的这些格子都是怎么来的 所以你如果想要 对那个极限功法的话 你还要去找这种不同的总纲 其实是非常非常干的 一般来说 除非打那种必死难度特别难啊 我估计估计没有人会去这么干啊 这是这里啊 那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解锁 你只要读 其实你只要读最少六篇 你就可以解锁这个突破的这个效果了 那我们在这个效果上呢 再跟大家讲讲中间的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上面的都很好理解啊 预真术 然后这边我们要通过选择啊 选择一个总纲 以及五个篇章就可以啊 这个不同的篇章 正练的还是逆练的 他也有对应的效果 我们把鼠标放上去就可以看到啊 小米的表格里也给大家额外的总结了啊 他们都是哪些效果 这些效果是一一相对的啊 分别是用其巧化绝 修丝圆参藏啊 用对修啊 你如果选了修 你就没法选用了 选了用就没法选修了 这两个是相对的啊 小米这里个人建议呢 你哪怕是要逆练一个功法啊 比如说我就发现这个 假如说就这个功法 他的逆练效果非常强 我就想到他的逆练 你即便是这样啊 我也建议你找一个 不带用这个字的一个篇章来读啊 一定要用修的这个篇章 他减二十的成功率 和加二十的成功率相比 就差了百分之四十 差的非常非常的多啊 他这个三步的这个差距啊 或者是六步的差距 他根本就补不回来啊 我个人觉得修是一定要有的 用是一定不要有的啊 其他的这几个呢 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突破的时候 再来看啊 一般来说逆练的话呢 他就主张的是降低使用需求 一般我们选择逆练的功法 可能会像是这个等级比较高啊 你达到不了他的发挥 发挥是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在这个功法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啊 LT键就可以看到 使用需求下面啊 当前发挥是百分之百 最大发挥是多少 以及你要满足这个发挥 你需要满足的这些属性 都有什么啊 哎 你可以看到你的这个发挥 到底是多少 比如说你拿到了一本 非常强的功法 你根本就满足不了发挥啊 你就可以在这里降使用需求 你就可以相应的提高 这个发挥的度啊 发挥度越高 这门功法呢 带来的伤害 或者是威力是越强的啊 这是逆练是减少发挥 那正练呢 就是加这个威力的上限啊 一般正道嘛 就是讲究后机勃发啊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啊 逆练就是前期我们吃仙啊 后来就上限就没有那么高了啊 基本是这样的 那这里就跟大家说完了啊 你当你选了一个总纲 和五个篇章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突破了 那中间的这个字呢 需要资质是什么意思 就代表着我们的这个预设的这个资质啊 我们人物的资质是75 那要想突破这本书的资质 需求是30啊 那这个75是怎么看的呢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物属性里边 哎 我们的出生自带的啊 出生自带的你的这个预设的这个资质 就是这个啊 它的造诣是不会累加上去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内功 内功我的资质是86 我的造诣已经立百零三了啊 那即便如此 我在休息在突破的时候 比如说我突破这个甲乙全篇 这里仍然是86啊 它不会拿103的这个数值来的 所以你人物初始的这些属性是很重要的啊 你的主属性是很重要的 越高的你在突破的时候就越容易啊 这个大家都很好理解 凡人修天传大多大多数人应该都看过吧 啊 你这个零根不好的啊 你后边休息突破就很困难啊 你这种天资很好的 后面突破就很容易 当你满足他的需求的天资 天这个资质上限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天资上限就是20 默认就是20啊 你20意味着一会儿玩小游戏的时候 你有20步 那如果你选了修 它就会是17步 如果你选了用 它就是23步啊 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啊 我们这里就拿甲乙全篇为例啊 给大家来突破演示一下 我这里就给大家突破一个正链的就可以了啊 哎 建议大家啊 就是能就除非这个功法的逆链效果非常的好啊 否则我一般都是喜欢正正链的啊 一般都喜欢这个正常的突破 这样比较舒服啊 啊 我们来点击这个中间的突破 就可以进入到突破的界面 突破的这个界面呢 其实就是一个小游戏啊 左边啊 上面就是个例会 不用看啊 这些东西啊 都看到了 这有一个历练消耗 这边代表着每走一步 我们需要40个40点的历练啊 也就是完成这一套突破 最少我们要花800的左右的历练值啊 你的历练要满足 否则你一个中途就走不了了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玄关弱点是什么意思 就代表着 假如说我们这17就代表着 我们在走这个格子的时候 能走17步 假如说走17步 我们还没有完成啊 走到18了之后 这个人物就开始会受内伤啊 每一次受内伤 这个玄关弱点 就代表着你受内伤的部位 以及啊 你受的这个伤的种类啊 你有可能是外伤 有可能是内伤 不一定全是内伤的啊 因为我们这突破的是内功 所以是内伤 以及每次受伤的这个程度啊 这个就叫做玄关弱点啊 这个例会看着比较抽象啊 我看这应该是胸腹吧 腰腹啊 可能是这个腰腹吧 反正就是这个这个小符号啊 看着很抽象 然后下面这个突破成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之前在啊 在这个总纲的这里选的时候 下面的这些字啊 比如说我们以解来突破的话 就是内功 调息深战和通缘啊 我们在这个时候就可以啊 你你出来了 中间随时可以出来的 没关系 你只要点继续就可以了 不要点重修啊 因为这个甲乙全篇的话 它是一个七品功法 重修是有一个一的意思 就代表着要有一个月的时间才能重修 在现在的太后会见版本里呢 功法的重修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限制了 即便等一个月的话 时间也不是很久啊 你可以随时选择重修来更改你的总纲 以及你的正逆恋的选择啊 这个就是非常的灵活与自由 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 在这个时候你可以随时退出 然后再点继续 你就可以回到这个界面啊 然后呢 这里的突破成就 当你每点一个这种中间的这种金色的点 这里就会获得一个突破的成就 你就会可以得到这个功法对应的加成啊 那这个游戏也很好 很好理解 很简单啊 就是从起点走到终点就可以了 由于我们是选择正链的 所以我们有两个起点啊 有两个起点 如果你选择逆恋突破呢 你可能有两个终点啊 那你如果是功法很难的这种 你就选择一个最近的这样突破 就肯定是比较好突破的啊 我这里呢 为了给大家演示走火入魔啊 所以我这里一定要选择绕远啊 选择一个最绕的方式啊 要故意去走火入魔的方式来给大家看 在现在版本里啊 即便走火入魔了 也没有以前那么 那么难以接受了 没有那么伤了 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们有方法可以让这些功法突破啊 到最终总能总能成功的啊 我们就这样啊 绕啊 绕啊 这个之所以都是百分之百 是因为我们选择是正链啊 如果你选择力 力链的话 这个成功率就非常的低啊 你看到中间这么多金色的符号 你点了以后不成功啊 多闹心啊 所以我不太喜欢逆练功法啊 哎 你可以看到现在十七杠十七 这已经达到一个极限了啊 那我们再点一步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受内伤了啊 这里你看果然是腰腹 就受了一点内伤啊 这个时候啊 如果是以前的版本 这个这而且我们还会长这个内息紊乱啊 这个内息紊乱的 你只要不长到800啊 这个人暂时都没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通过每个月啊 每个月人物 主要是健康的人物啊 他这里会有一个每个月的健康恢复 每个月减多少的 并且我们可以通过在运功这里 把你那个真气啊 都运到这个清零真气上啊 不是 奇俏真气上啊 来提高你的这个内息的 这个调息的程度啊 这样的你每次的内息紊乱 你看到 这边就减74了 刚才是减60 以此来降低你的这个内伤的这个程度啊 那有的小伙伴就已经明白了啊 你要想突破高等级的功法 你的资质又不够怎么办 你就是要靠着你不断的在这个强冲的过程中啊 中之间就退出来 然后你就开始智商 然后再回来 再继续冲啊 然后再智商 再冲 再冲 再继续啊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突破高等级的功法的 你看到这个我们就成功突破了啊 加以前篇啊 获得了这些的一个加成 那我们就受了一些内伤啊 那这种小伤就无所谓了 我们在这个主界面的疗伤系统里 之前给大家讲过啊 在这个疗伤系统里 在这边啊 随随便便的一疗伤 啊 我没有天数了啊 聊不了了啊 随随便便一疗伤 你这个伤势就好了啊 这就是有关突破的权内容啊 但是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有关真气啊 我这里就额外的给大家再扩展一下啊 有关这个真气相关的内容 这个真气啊 是怎么获得的 我们之前也就说了啊 这个丹田里的内力 是靠着我们周天运转内功 来不断的累积才获得的 然后每一点内力呢 都可以用来点真气啊 第一点消耗一点啊 第二点消耗两点 以此类推来点真气 这四个真气呢 分别对应的攻击啊 这个移速移动啊 防御以及内息运转啊 然后这个点点啊 也是有说到的啊 我们点点的点 催破和护体的时候 是以一点或者是 以两点为单位吧 一点或者两点 因为我们发现 每加一点 这前面的这个力道 精妙都在变啊 每加一点都会变 然后每加两点呢 是加一点迅疾和动心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每加两点啊 哎 不 每加两点 是加两点的 加这个破体和破气 我们看一下啊 7点的时候是18和42 8点是24 9点还是24啊 破体和破气 是随着两点来增加的 所以你点这个催破的时候 也可以一位单位 或者给二位单位 都是划算的 但是点清零和奇俏的时候 你要以五位单位去点啊 你可以看到第一点 这个后边加这个毒抗的属性 咱就不看了 咱主要看的是前面的这个加成啊 你可以看一点 两点 三点 四点 这都没有啥变化 直到第五点 他才有了这个额外的攻击速度呀 什么步伐稳健移动速度的加成啊 然后再在中间的过程中 你看这些数值都是不变 直到第十点 他才额外的有这个架势恢复啊 这个就是以五位单位的啊 包括这个奇俏也是一样的 奇俏也是以五位单位的 以五位单位的 没有五才会有一个变化 而这个护体啊 就跟我们的催破是一样的 每一点都可以加啊 都可以加 每加一点都可以加我们的这个 谢力拆招闪避这些啊 然后每加一点都可以加力道精妙这些啊 这就是加真气的时候 你要额外注意的事情啊 好的 那本期视频 小米给大家详细的讲了 这个有关突破的内容啊 还有一点点啊 是我上期漏掉的内容 小伙伴提醒我 我才想起来跟大家说啊 就是在你选择一门五学的时候 你有的时候会发现这门五学 他右上角有三个箭头啊 这个右上角有三个箭头 一般只有在催破的功法里才会有啊 就是这些 前三个啊 前三个内功 身法绝技 基本上都是没有的 只有在这个后边的这些 能够打出来的这个功法里 上面会有三个箭头 分别对应着2 62啊 它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着在我们实战的运用当中 我们每用两次 六次 十二次 它就会额外的亮起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 在我们突破这个功法的时候 可以给我们额外的增加 2 62的成功率啊 所以你如果遇到一个催破的功法啊 就是这种五学 你发现你很难突破的时候 你要常在你的战斗中使用 只要使用了12次之后呢 它能在你突破的时候 帮你增加一些的成功率 这就是这个箭头的意思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啊 关于蹊跷啊 蹊跷的最大的作用 我个人的理解 它是增加这个施展速度啊 它可以让我们无缝的衔接 去施展很多的功法 只要你的提气和架式的 恢复速度更快啊 所以蹊跷的作用是这个啊 以前版本在EA版本的时候 蹊跷是关系到连击的啊 就是有的时候你发现 一把小剑打出去 它打了两下 而不是打一下 这是一个连击啊 但是蹊跷在现在的版本里 好像已经跟连击没有关系了 具体什么跟连击有关到 我暂时也不清楚 有知道的小伙伴呢 欢迎在弹幕区 或者是评论区来补充 好吧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别忘了给我一个三连 三连越多 我们更新越快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